What's up,我是Easy 那这期视频又是一期鞋带绑法的教程攻略 这一期我们来看一下AJ5的鞋带怎么去绑 好,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出厂设置 我手里有一双全新的AJ5的愤怒的公牛 那你可以看到AJ5的鞋带最有特色的是它的一个一拉鞋带扣 那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可以看到这个一拉鞋带扣里边的鞋带是一个从外向里穿过来的方式 那其实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一拉鞋带扣的作用 它其实的作用是你在系鞋带的时候可以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 通过这种抽拉的方式把这个鞋收紧 所以其实是完全为了一个方便性的设计 好,那今天你们算来着了 因为我会教给你们三种AJ5鞋带扣绑法的攻略 好,那第一种是鞋带扣在正中央旁边做一个垂坠的效果 好,那第二种是把这个鞋带扣从中间拿到鞋飞翼的侧边 然后也是做了一个垂坠的效果 那这种方式内侧是没有鞋带扣的 据说这种方式也是乔丹本人最喜欢搭配AJ5的一种方式 好,那第三种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就是把这个鞋带扣放在正中间 但是鞋带做一个向前吹坠的感觉 好,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方式开始讲起 好,那事先给大家讲过 这个鞋带孔是从外向里把鞋带穿过来的 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个鞋带给拆掉 那你仔细观察 其实这个鞋带扣就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带弹簧的鞋带夹 然后是这么一个鞋带托 你把这个夹子放在托里边 然后这么一按 再把鞋带从中间这个孔穿过去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收紧的作用 好,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鞋带扣以这个方式放好 那这个按钮一定要在上方 这回我们把鞋带从里向外把它穿过来 好,然后把鞋带调整到鞋的正中间就可以了 那多余的这两条鞋带 我们把它从这个鞋身侧面的上面这个鞋带孔 由外向内把它穿过来 那里侧也是一样 然后你会发现鞋带还是很长 好,那这时候你注意到 在鞋的上面部分一共有四个鞋带孔 我们只需要把它从这个鞋带孔穿到这个鞋带孔即可 那同侧穿着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交叉 也就是说外侧的鞋带直接从这边给它穿过来 然后留一个你想要的长度 那多余的鞋带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因为你把脚伸进去做调整的时候 这个多余的鞋带就会把它用掉 那依次类推把这个里侧的鞋带 也是从这个鞋带孔把它穿出来 好,我们这样就得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侧面的垂坠效果 好,我们再来讲一下这种方式怎么去记 那首先还是一样 我们把外边的这个鞋带孔给它卸掉 那如果你看到 这个鞋带应该停留在第六个鞋带孔 而上边的这四个鞋带孔是完全没有穿过的 好,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 是把这个鞋带在前面做一个交叉 然后从最下方的这个鞋带孔由外向内给它穿过来 那相同的内侧我们也采取相同的措施 然后我们再做一次相同的事情 把这个鞋带再次做一个交叉 从上面的这一个鞋带孔给它穿过来 好,现在这个鞋带的长度剩余的刚刚好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再做一个步骤 也是类似于刚才的方式 把这条鞋带从这个鞋带孔穿到这个鞋带孔 而且是同侧的 就是不需要再经过这种内外的交叉了 直接把它穿过来 好,这个长度你也可以自己做调整 因为所有多余的鞋带 在你最后把脚伸进去做调整的时候 都会用掉 相同的把内侧的鞋带也穿过来 好,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鞋带扣给它安装上去 好,我们把它卡在这个外侧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鞋带扣卡在外侧的穿着方式 也是乔丹本人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之一 那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最喜欢这种鞋带垂坠效果的绑鞋带方法的 那之前就有人问 这种鞋带不会松吗 难道你穿鞋不会掉吗 那如果是应用在这个AJ1高帮的鞋型上 由于是一个高筒版本呢 那你只要尺寸选的是刚刚好 这个鞋是不会掉的 同时呢 这种方式也是欧美现在最流行的一种系鞋带的方式 那对于AJ5代而言呢 由于它是一个中帮鞋款 同时呢 脚后跟这个部位呢 又做了一个向下的方式 如果你鞋带系的松的话 它确实有这种鞋会掉下来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呢 它给你配备了一个一拉鞋带扣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鞋带扣把鞋带固定在这个位置 它就不会再松垮了 那你一定要把脚伸进去 来调节这个鞋带整体的松紧度 再把这个鞋带扣绑在最适合的位置 那样穿起来才最舒服 好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我本人最喜欢的方式 好 那同理呢 我们也是把这个鞋带扣卸掉 然后呢鞋带停留在下方的这个第六孔 好 这时候呢 关键来了 如果你看到第六孔的下方呢 其实还有一个鞋带孔 那我们利用这个鞋带孔呢 把鞋带再做一次交叉 这样可以减短啊 剩余鞋带的长度 好 我比较喜欢由外向里这么做交叉 好 我们把左边的鞋带呢 从右边这么给它绕过来 然后从这个鞋带孔由外向里给它穿进去 同理 外侧的这个鞋带呢 也给它拉过来 然后由外向里给它穿过来 好 调整一下鞋带的平整度 OK 经过一次交叉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多余的鞋带就变短了 这时候呢 我们再从上边的这四个鞋带孔呢 最下边这一个 也是由外向里给它穿过来 同样啊 要把左侧的鞋带呢 交叉到右侧 然后呢 从这个鞋带孔由外向内把它穿过来 同理 我们把这边的鞋带也是相同的操作方式 好 那经过一次交叉呢 这个鞋带变得更短了 这时候呢 你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你现在把这个鞋带扣放上去 好 这时候呢 我劝大家啊 把脚伸进去来操作 因为你脚伸进去以后呢 前边的这个鞋带呢 你都会调得更松一些 那理论上 你剩余的鞋带呢 应该会更加的短 好 那这样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不过呢 你要做一个测试 当两条鞋带都向侧面飘过来的时候 会不会触碰到你的鞋底 就是你有没有踩到自己鞋带的风险 那如果剩余的鞋带还是过长呢 也是相同的处理方式 首先先把它卸掉 然后呢 你可以再做一次交叉 当你再做一次交叉以后 它剩余的长度呢 就更短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鞋带扣给它安装上去 那你看 对于我这个来讲啊 这个就实在太短了 就不好看了 所以呢 我不会交叉上边这一层 好的 之所以我最喜欢这种方式呢 是因为我穿鞋的时候 如果想把鞋带收紧 其实很简单 我只需要这么一拽就OK了 那这种方法呢 应该是今天教给大家三种方法里 方便性最强的一个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同时不要忘了我的主页里呢 还有AJ1高帮的鞋带绑法 Off-White Dunk Low的50鞋带的绑法 以及Sakai LD Waffle双层鞋带的绑法 还有Easy 350的鞋带绑法 如果你认为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千万不要忘了给Easy来一个素质三连 点赞 转发 加留言 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